嫁入豪门却从不炫富的四位女星,第一名无人能超越。 娱乐圈是个大染缸,充斥着各种意义诱惑,女星成名后都想加入豪门,虽然说成功嫁入豪门的女星们有很多,不过她们嫁入了豪门后,原本很低调的她们完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,因为她们无时无刻都在网上炫富的。 而嫁入豪门不炫富的女星,实在是太少了,下面小银就为大家谈点下嫁入豪门从不炫富的女星们。 孙茜在娱乐圈里面,是一位超有实力的女星,她曾给观众们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影视作品,而《甄嬛传》的电视剧中,孙茜更是圈粉了无数。 孙茜在她的家庭生活方面是非常低调的,她和启明东方暖大型活动副总裁的蔡远航结婚后,就一直过低调的生活。 林依晨和老公林于超的婚礼可谓是相当低调,而她老公的家族背景是非常的强大的,他们家经营潜水器材公司优汉的。 林于超现在管理住自己家族的一家美国家族公司,她现在也算是一位霸道总裁的了。 在娱乐圈中,有很多的明星们都可以说是罗海琼旗下的艺人的,她的老公被歧视华裔副总裁,所以她老公和她结婚之后,就分了很多的股份给她。 所以罗海在娱乐圈中,也是因为豪门的阔太太的了。 不过罗海琼从来都没有炫富过,她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。 郭晶晶和豪门公子的获琪刚结婚后,她因为非常的低调,所以网友们都是非常的喜欢她的,甚至网友们还把她称为了嫁入豪门的模范,因此家都希望那些喜欢炫富的女星们, 应该说和郭晶晶学习。 出道于十年的林依晨,在我可能不会爱你拍摄完成后,决定赞别电视圈。 她表示,依然热爱戏剧,只是之后的工作重心,将摆在电影《友好的角色》或剧本,也会再回到剧场参与演出《冲冲店》。 因我句话题不断,2011年9月遭新闻炒作广告内容,八大电视发表声明,原本甜蜜温馨的画面却变成不实陈述,八大对这么努力配合的艺人感到抱歉。 林依晨个性相来低调谦虚,不爱浮夸炒作,但屡屡因敏感话题上新闻榜面,经纪人周美玉透露她心情大受影响很难过,是出道十年来最烦躁的。 她透过经纪人说,原本是何家观赏的温馨好气,却被形容得如此不堪,连家里的长辈都觉得莫名其妙。 某周刊报道,林依晨因男友谎暴年龄而分手一事,是林依晨很受伤,2011年11月23日深夜1点25分。 她在个人官网上发文沉痛表示,请不要再拿始终无法证实的谣传一而再,再而三的拨弄无辜者还尚未能结痂的伤口,为了你们所爱之人的福分。 是的,我们已经分开,不是因为年纪,也不是信任感问题,只是这环境太复杂,而我的工作性质太挑战人性。 解释两人并非因年龄而分开。 4. 她已就只是祝福为体血,难道你们没有如此深爱过? 全然不知那撕裂般的痛楚。 请不要再拿始终无法证实的谣传,一再拨弄无辜者还未结痂的伤口。 我们都努力过尝试过,只是最后终究只能互给祝福,互道珍重再见。 2014年10月29日,林宇交往两年男幼林于超订婚,经纪人证实。 12月25日,林依晨与林于超完成婚礼。 林依晨自出道以来形象良好且几乎没有负面新闻,而被封为林富平女神。 但是其实,林依晨为了与大家好好的相处,都会刻意压抑自己的需求,因此才会有这个称号。 他之前也活得压抑,在生活上的某些方面要求完美,同时也是忠信兄弟求迷。